主席大家好 是不是有请副部长 请副部长 副部长 副部长长 今天这个报告主要是 整个C4ISR的系统 当然里面也提到 主要是配合整个 美国的一个 空海一体战略 我看到这个报告里面 事实上很明显的 是不是副部长切认一下 美国在亚洲 现在最关心的 也是中国大陆的这个 金氏实力的一个扩张 所以我看到报告里面 有写一个潜在威胁 或者是我们假设的 是不是就是中国大陆 向委员报告 美国的官方的资料里面 跟所有的官方的描述 并没有指向特定的 一个目标 但是呢 他认为说这个地方 如果有威胁的话 美国必须要在现在 他自己的战力的方面 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来应应未来可能他所认知的一些威胁 但事实上最大威胁 是不是在这边 这方面我们不能替美国来表示 因为他们并没有做官方的一些表述 那我们最大的威胁呢 我们目前最大的威胁 当然是我们当面的情势 有一些这个这个 对我们的威胁的持续存在 所以我们做了很必要的一些 我现在请教副部长 我们最大的威胁 是不是中国大陆 在金氏上 中国大陆当然 在目前来讲 在他自己的国家的政策里面 有做我们这样一个威胁的指标 所以事实上 当然目前我们不是 不想发生战争 只是要去预防 准备一些特殊状况的发生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美国 跟相关的盟金做一个连结 那么当然我们在整个系统发展上 也必须要跟他们做一些连结 那么美金我不知道 就副部长理解 在这个 我们跟盟金这样联合可能有状况的一个 一个作战系统里面 美国到底他们本身内部 几个军种 对于我们在亚洲这些形态上的一个资源 是不是有达成一致的共识 这方面 我想请我们的专业的同仁 来跟您说明一下 报告委员 我是作战局计划市长 陈宝宇 向您报告一下 有关于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委员想要清楚的了解 我会后向您报告 好 谢谢 OK 谢谢 那关于C4RSR 当然是因为应用我们新的科技发展 整个我们的直管通勤 这样一个系统必须要跟得上时代 能够提升战力 但是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 整个系统的建立 当然有好处 能够跟得上时代 但是可能也有状况 如果相对被破坏 或者相对的两个系统之间 人家的人力超越我们 有时候那个系统假如被打贪犯 其实整个就是会发生很大的状况 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我们前三个礼拜 我们这个国安局的局长 我们蔡局长还讲过 事实上国安局的外网网络 遭骇客侵劳 就已经达到三百三十四万一次 那在这样一个系统被 骇客侵袭的这个当中 我想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们国境的这个 我们国境的相关的这个 这个资讯网络 有没有被骇客入侵过 有没有沦陷过 我想这个问题也请我们的 是 呃 承办的这个 长官跟你说 伯人好 呃 事实上国防部有关于 这个整个的网络网络的部分 我们也是分为所谓的实体隔离 以及呃 外网的网络网络的部分 在我们的外网 呃 外网的网络网络的部分 事实上他也 也曾经 也遭到很多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一些 那么被隔离了在里面的这部分呢 对 我们都已经做有效的管制 而且事实投资 所以都没有发生过意外 国境网络安全 是 绝对安全的 那我想说 因为现在网络战也是个 也是另外一个战争啦 我看到资料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外面称作老虎小组的这样一个 网络作战部队 呃 委呃 我想这个资料也是一样 如果说委员需要 我们可以会后再跟网络 那这个资料我不问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像现在这样一个网络作战部队 我们目前他的作战能力有多强 除了防护之外 他有没有攻击能力 还是 刚才重复跟委员报告一下 如果相关资料 我们会后可以跟委员做详细的报告 ok 好 那好 那么我再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然啦 因为这个资电作战 是未来国境非常重要一环 那么它的建制啊 它的这个整个投资啊 也相当大的金额 呃 本期看到的资料就是说 在 呃 2007年有一个五年的计划 那时候是 准备继续增加在这个 我们所谓的资电作战部分的 大概有900亿啊 占那个时候的整个的 监时投资总益算大概11.9% 那么 当然C4SR是整个资电作战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么到目前为止 近年来我们的投资金额的比例 是怎样一个比例 我想这个是可以讲的吧 呃 请我们 教授一秒 博士 因为 所谓现在跟我们这个问题啊 那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马上给您报告一个详实的 这个区块是不是还是按照 大概2007年那样一个趋势 在这个区块 一直做这个比较重要的投资 我想这个已经 看我们现在整个今天的这个报告啊 我们C4SR是整个未来整个整金建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 那么这一块的投资 当然是很大的 所以我想理解一下 目前在这个7块的这个重点 呃 比例大概是多少 出估的 外委员这个部分真的 我们真的不能够提供一个不强词的资料 所以我们还是最后再提供一回 那另外我再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当然这个 自电作战包括这C4SR是有硬体 有软体 好 那么我们在建制过程当中 整个是应该是以美国为主的一个 一个整个网路的连结 那我不知道 我们在 因为当然我们假如这些设备 有多少比例是由我们自己来发展 或者是完全硬体软体都是外购的 我想这牵涉到的问题是说 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在 呃 不管我们自己国金相关的这个科技单位 呃 本身的研发能力很强 制造能力很强 或者是我们国内在这个电子科技这方面 我们能够提供这硬体软体很强的话 也许我们的自控能力 外面的风险相对会比较少一点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在这个7块 我们国金在建制这个C4SR 我们自己国内的掌握程度 到什么样一个比例 报委员 我们的整个的政策是 我们自己能够独立自主发展的能量 我们就会 以我们自己的独立发展能量为我们的 那么副部长认为 现在我们独自发展的能量到什么程度了 呃 报委员 这部分能不能也是一变的 来跟您做说明好吗 所以我今天都是问到一些 您不能不方便讲的 报委员 实在是不太方便在这边 来给委员报告 OK 那请教一下副部长 我们相对现在跟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它也在发展这样一个系统 是不是 我想 我从那个十八大的人大报告当中啊 它的现代化 它也是希望建立所谓C4SR的这种自动化指挥系统 那么事实上我们过去也看到有一个报导啊 他们把这个指挥系统叫做千手观音啊 好 千手观音 那么就副部长你这边的自信 我们在这方面的整个架构的整个不管软硬体的这个 呃 我们的水平啊 或者是我们的战力相对于 因为我们可能目前最大的威胁还是中国大陆 是 我们不期待战争 但是我们要防备 那假如就这样的一个系统 你认为我们现在台湾在这方面的整个建构的系统 是跟他们相对比较 有没有一个比较可以来讨论 呃 向委员报告 要详细的当然也不能跟您做一个报告 但是我们有信心在我们建设这个我们的西斯拉 SR的一个资讯链路系统里面 我们能够满足我们的自我防卫的需求 跟抵御敌人对我们的攻击 所以您认为在这一方面的战力 以目前我们的建制是足过以来跟 呃 中国大陆这个区块做一个抗衡 甚至于是呃 有有效的反制他们的 报告员 在这方面 我们在于整个我们建军备在自我防卫的过程里面 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所以我们会有针对性的因应作为 我们相信在这个作为方面来讲 我们能够有把握 我想我刚才提到 就是说当然网络作战 或者是这个科技进步的 这个整个情绪网络是为了一个趋势 但是你假如做得好 你当然就是有优一切的战力 但是如果相对你被人家一 骇客或者是任何方式一打 打贪犯啊 那其实是造成很大的困扰 所以我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一些这个 呃 训练跟这个兵推 哦 这里我就是要提 就是像美国他们大概每年就 举行一次的所谓网络的相关的一个 风暴的这个演习 对 那国军在这个区块上 我们是不是每年也有一些 例行性的就这个区块 每年有一些异防的演习 就好像我们的一些实体上演习 在这个区块我们有没有 平常有没有规划 就每年有一次这样的演习 报委员 这方面我们随时都在做 我们也会根据整个骇客行为的模式啊 做我们的防护跟我们的一个安全维护的一个演练 OK 所以当然这个另外一个问题我再请教一下副部长 因为我们防救灾 当然目前是我们国军的一个重要任务之一 我看到一份 也是我们国军有一个写的一个这个摩勒克风灾的一个整个过程的一个描述啊 就是当摩勒克风灾发生的时候啊 我们国军就是我们救灾系统啊 跟我们的情之链啊 我们国军的整个 同情的这个情之的资讯链啊 没办法连接起来 所以造成很多这个 可以抢救的这个先机啊 都没办法掌握到 那么这个奇怪 在那个时候你们也曾经提出说 要从这一方面去做检讨 我不知道目前在跟我们国军在防救灾 跟整个政府的救灾体系 在资讯平台上 这方面的链接已经做到什么程度 像呃 委员报告 我们已经策班的灾害防救通知准备钢要计划 一方面整合国军现有的通知系统 以及公民营通知资源预定阶级的优先次序 所以这方面已经跟呃 目前呢 实物上是链接上 还说只是你们还在一个计划的过程 实物上我们已经链接上了 现在已经链接上了 没有莫拉克风灾的时候发生的情形 呃 跟委员报告 因为那个教训我们已经受了事后的检讨 而且我们也改进了 所以这方面我们已经链接上了 我想现在国军在这个区块 我们担负的责任会越来越大 所以希望呃 部里面啊 就这个区块一定要跟政府的救灾体系啊 做一个比较密切完成的一个结合 包围我们会全力以赴在这边做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